这一课时呢 我们给三角形填充颜色 那么之前呢 我们绘的三角形呢 也给它指定了颜色 调用了J3Color3F 来给它指定RGBA的颜色 那么这个指定颜色呢 是一个全局的 对所有的顶点都生效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针对某一个顶点 也就是针对顶点给它复色 而不是针对全局的 有没有这种方式呢 有 同样 我们可以给这里面指定它 FloatRGB 当然可以不要A 那么我们给定它值以后 我们画一个三角形吧 这样吧 画一个矩形 那么这个函数 如果说我们在顶点里面 指定了顶点的颜色 那么对应的这个函数 就已经失去了效果了 我们看 除了顶点数据以外 还有RGB 1 1 10 1100 这个10什么颜色呢 红的RGB 范围是0到1 当然能不能用0到25表示也可以 接下来是 0 1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样 我们给每一个顶点都指向了不同的 指定了不同的颜色 那么这个颜色怎么让Google把它画出来呢 你只指定它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我这个名字改了吧 这个叫 不叫Float 三角Vortex 叫顶点 你只是告诉它 给它指定颜色了 你并没有告诉Google去画 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怎么样用Google把它画出来呢 一样的 JerInval CleanedState JerGone ColorArray 启用颜色数组 这个里面我指定了顶点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我就指定颜色的位置 这个顶点 有颜色也有颜色的 它是有颜色的 这是是有颜色的 这个是有颜色的 这个是一颜色的 现在我指定颜色的 是有颜色的 这书的名字我有点忘了 然后就叫ColorPlanter ColorPlanter第一个也是我们数据有几个通道 那么RGB三通道 类型Float偏移量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一样 也给这个下面这个参数就不能这样给了 因为你这样给他读的是谁呢 读的是这三个点量 我们应该给这三个点量地址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给谁呢 给第零个元素的手地址下的谁呢 R得到他的地址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画一画 假设这个呢是我们的数组 里面呢 有这么些元素 这个是位置信息 XYZ 然后是Color 改颜色吧 好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顶点数据 第二个顶点数据 第三个顶点数据 那么 这儿 告诉他顶点 是从这里开始 偏移过这么多 取下一个零点 那偏移过这么多 是不是就刚好这个结构底大小 取下一个零点到这儿 同样我们在颜色的时候 R变量的地址 是不是在这儿啊 换个颜色 那偏移过 这么大的结构底 是不是刚好又取下一个Color的地址 依次 类推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他呢 就把这里面的颜色值 给画出来了 我们看 每一个顶点 它的颜色是不是都不一样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 顶点颜色 为一个使用 注意 也要启用这个状态 启用这个ColorRate 这个状态 否则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 不行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一节课 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看 这个颜色 对它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来改一下 看看啊 大家看 对它有没有影响 那我们画两道吧 第一道 我们指定这个颜色 然后再改变颜色 再画 这个颜色给 这种 位置呢 我们也要改一下 我们把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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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加等100吧 偏一个100 外两个 这个颜色 有没有变化呢 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 当我顶点 数字的指明了颜色以后 这个全局的这个 对我们来讲 就没有用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给三角形上色 这样一个过程